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有功名 他学历很高 他有很好的一个工作 很好的一个人生 所以有的人他留级 退学 找不到工作等等的 或者他有很多的困顿的人生 你知道这会导致他的个性有偏激 那种贫穷有资财的贫穷 也有精神的贫穷 资财贫穷常常伴随着精神贫穷 精神贫穷它就真善美的一面 就是很低 很薄弱 人性善良光明面就是很少 负面会外面子非常多 常常自己在内心窜息 在那里跳针 鬼打墙一样的 心里在那边练习 一直练习 都是负面的 真的是很可怜 我们看到这样的人都是很摇头 但是你更是要想办法给他佛法 你唯有佛法才能救他 才能给他内心带来光明 那或者是怎么样 问题说你到底 你说你要不要忏悔 我前面讲那些你有这些症状 你都没办法好好修行 没办法好好修行 也就是说你今生的人生的历程 你没有办法把它安排规划到 有把握解脱成就 就是解脱三却六道的轮回 或者是得胜净土 你没有办法规划到这样 就说明你还有来世 你还有其他的轮回 你现在有这些问题 你肯定要有来世 那你有其他的那些痛苦的来世 或者又是那些 各种轮回过患 或者世间的这种 诸种的违缘逆境的这种远境 那会不会一事比一事难修呢 你看有的人他现在有一点福报 特别是难重 他现在有一点福报 他可以赚钱 他赚得到钱 他不修 他享乐 他把那些钱拿去吃喝玩乐 去造孽 去消福 那他使水滋味 这钱蛮好用的 所以他又去赚钱 他又赚得到 他有一点福报 他过去做过这些布施等善事 所以他这辈子很容易赚到钱 他就一直赚钱 一直赚钱 一直赚钱 一直赚钱换来什么 一直不修行 一直没修行 那他下辈子 就是刚才讲了 肯定要轮回 对不对 他只要一轮回 下辈子还赚钱吗 不一定 下辈子是老没钱 老是没钱 很多人这样 老是没钱怎么办呢 你说你要不要忏悔 老是没钱就说明 你很难静下来修行 除非是什么 你特别发心 我前面讲那些状况 这世间 在这五欲六成的红尘着势中 有的这些远禁 它会干扰你的心 清静稳定和发心 你如果真实发心修行 或者你欲善之事 或者你有这种善根 誓愿力 我前面讲那些远禁 你都可以突破 生病你一样可以好好修 大赚钱你一样可以 可以有钱 学佛修行 我一直跟同学讲 可以有钱 学佛修行的人 不是要拉拉踏踏的 或者穿的就是 都很没有 很不会打理自己 穿得破破烂烂的 跟人家说 你看我就是这么清贫 表示自己很节俭 不是这样子 学佛修行 你有钱 你钱不要乱花 你有钱 你去帮助那些穷的人 或有钱 你拿去做善事 或者红法会用到钱 所以可以有钱 但是有的人 他一有钱 他心就迷乱 他不修行 少做善 甚至不做善 不要说红法了 没有红法了 自己晕头转向的人 不会红法的 那是我们在那边 劝善都鼓励他 师兄你今天印一本佛经 一百块钱 一本佛经 然后去送给谁 这也是这样子 在做这种事情 就好像在红法一样 这样来随喜赞叹他 那是随喜行善 你要说他真的有红法行 他是半生一生都在红法 自己都晕头转向 你红什么法 红你那糊涂法 你自己都糊涂了 你红什么法 你自己要先醒过来 得到佛法的利益安乐 这佛法 我跟你讲 这个佛菩萨的加持 像阳光一样 它是普照的 就是无私的 阳光照到什么地方 你比如说阳光照到湖水上 照到屋顶上 照到一朵花上 那也要有东西 让阳光落下来 对不对 但佛菩萨的加持是无私 而且是没有间断的 很熟悉吧 这个话很熟悉吧 对不对 你怎么得到他的加持 就是你提醒 你一提醒 你就得到他加持 你没有提醒 他加持力不知道落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密宗 有一个可觉 上师如诸佛 无二的提醒 那种加持是 无上加持 这距离之快速 不可思议 偏偏你齐寝又少 业障又重 福又薄 智慧又短浅 又爱娃 又爱吃 又爱哭 又爱闹 又爱谈恋爱 又爱失恋 失恋不甘愿 又去倒贴 又喜欢演这些人生闹剧 又不齐寝 又不齐寝 那你怎么有力道去醒过来 你怎么有力道去突破 我刚才讲那些事情 人世间很多的这些违缘逆境 你怎么有办法 所以你这些人就是很虔诚 很发心 常常其情 得到加持 生病也有修行 贫穷也有修行 本来喧闹的这种内心 或者是这个混乱的家庭 它慢慢的会稳定平静下来 变成一条修行的路给你走 确实是有 你自己去问这些 已经得到加持的同修 得到佛菩萨慈悲的同修 确实是有 它会给你一条路走 让你好好修 你在修着修着 不要又觉得 又在那边打妄想 我自己平安也赚得到一点钱 身体也还健康 干点什么吗 又想造孽 又想乱来 一点点的福都被你毁掉 所以同修 你看这 你说你要不要忏悔 要忏悔的好多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说 我要为我一生的修行做规划 我是要有一个铺陈 要有一个安排 赶快去修身养性 赶快去积资进账 你看这脾气不好 你说年轻 或者在家里是大小姐 大少爷 娇生惯养 脾气不好 那除了社会 你也吃了很多的 违缘逆境的亏了 也都三十几 四十几 五十几了 年华渐渐老去了 很多的冷冷脚脚 也磨圆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那个 发脾气的火力 也应该少一点了 对不对 没有 我胸起来也吓死人 那是吵架的时候 丹田比较美丽 气力比较衰退了 没有这么大声 比较没有那么威猛 心里的称惠指数 仍然很高的 所以常常生闷气 常常在那边 看谁不顺眼 看什么事不痛快 你根本没修行 根本没修行 那你都不紧张 所以我们要忏悔的地方 好多 你可以的老是 老是把佛教当作迷信一样的修行 佛教有祈祷的法门 祈祷法门不是迷信 但是你就每天祈祷 你就每天祈祷 什么都不修 那就有点问题了 对不对 你有很多事情是因为佛法 去体正产生智慧 而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 你都不这么做的 你迷信的时候 在那边一直念 一直求 一直拜 烧很浓的香 也不怕批人2.5了 就在那边 请给我一条光明的路 请这个路 是怎样 然后市政府养工处的一下 就在你前面开一条路 这样 你是在等这个 这根本就不是这样修的 你都搞错了 所以祂法门有很多 你自己都不求圣洁 在那里忙修瞎恋 我只是在那里忙处理 我真的不愿意 你也要一 godt 好 我 我